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吧 咱们一起碰个杯 祝陈哥生日快乐 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坐坐 来来来 生日快乐 谢谢 等会儿我拍个照片 你们俩稍微矜持一下会死吗 你一天不发微博会脱粉吗 说到脱粉 你们有没有看我下午那段戏啊 我是不是把情绪铺垫得非常到位 陈哥把醋给我 叫的不是你 叫的是那个陈哥 你们没看到下午我跟陈哥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那个表情跟反应 那可怜的小眼神 要不是我信念感强 那肯定当场就反水穿帮了 你少给自己加气了 你就是个过场 是是 论演技 我当然比不过在座的各位大佬了 尤其是学姐 临时加台词 还能把因爱生恨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 什么加台词 一开始 我根本就没打算陪你们玩这么幼稚的生日惊喜 我去酒店只是因为不甘心 想要求证某人 是否真的甘愿为了老婆放弃梦想 毕竟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那可是心心念念都是原则抱负啊 现在看来不过如此 在泡男人这件事情上 输给女性同胞的我 总比输给他们更容易接受吧 陈哥 这话怎么听起来哪儿不对劲呢 这哪儿都不对 你能不能管管你老婆 少跟我说话 我需要自证清白 敢说道路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干杯 那天我说 我为过去感到不值和不堪 那都是气话 但是我说 我真的放下你了 那是真心的 老同学 以后请多关照 你们俩呀 好好的 来吧 干杯